喜欢喝手摇饮料的朋友可以注意 因为国内手摇饮料的龙头 清新服务权就宣布 21号要调整部分的产品涨价 每杯要调涨5到10块钱不等 涨幅是高达了4成 为了因应原物料上涨 清新服务权表示公司近27年来 才首度在前年5月调涨了部分产品售价 而这波调整是上一波没有涨到的 调整售价的品项就是以特调 跟茶类的饮品为主 平均每杯会调涨5元 那么另外一家连锁业者茶砖 也选择要在5月跟进 而全台规模第二大的首要饮50栏 目前是暂时没有涨价的规划